来 我宣布 金艺奥斯卡之青王剧组颁奖典礼 现在开始 这个要开始颁奖了 这个剧组啊各种奖项都有 我看来看挺没溜的 你说说 第一个奖 最佳男性身材奖 为什么说设立这个奖项呢 据传说拍戏的时候 刚开始他们组里没有女演员 所以男演员就肆无忌惮地 半裸状态出现在组里头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来看一看 到底谁的身材更好一些 但是我们得问问 是真的是假的 他们俩我就别问了 你们是多长时间没有女演员 有四十五天吧 一个半月 那这个组能坚持下来不容易 这一个半月 就能把身材都练出来了吗 不是 跟练不练没关系 他就是很放肆 没有女孩 他挑要热 所以就一件件拖 这些事你们后来听说了吗 没有 我们第一天去试装的时候 就突然碰见 中间坐那位男士 刘向京 对 我在化妆间围着在那转 我说这是干嘛呀 我来看看女演员 听说女演员来试装了 没有 其实就是好奇 因为真的挺挺难为人的 宣布一下获得提名的名单 在你们几位当中有两位获得了提名 我们演员们讨论一下 到底谁是最终的得主 身材最好 另外我也提醒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 为了身体健康尽量多吃鸡肉 少吃那个猪肉啊什么肥 什么乱七八糟 算广告就算广告 你们各位合计一下 不让他们 因为中规得他们六个来评一下 好吗 自己的态度 二哥 真胆轻 谁给孩子提的这种名字啊 你们商量上来吗 这事 苏妍你干嘛呢 谁点头 想象 想象 我已经想好了 问一问他们到底倾向于谁 我从那个一次往这走 他现在都知道方向了 小绝的耳朵全湿了 二姐 刚才经过我们周密的统计 怎么样 我们现在请两位候选人 起立 两位都很年轻 荣誉来得实在是太早了 人生的大喜大悲原本如此 那么好 现在我宣布 该奖项最终 获得者是 跟这没关系啊 余和为 我们来采访一下余老师啊 那个落选的可以坐下了 来 我们这里有精心为您准备的爆米花 谢谢 希望您爆米花 连牌 还是把这个 这把那包下去 有什么要跟电视机前的亿万观众讲的 非常激动 请您尽管嘚瑟吧 啊 那个 那个 就没想到会 呃 这一生第一个奖项 得的是这么一个奖 哈哈 您这个心太宽了 哈哈 第一个奖杯还与众不同呢 啊 对 奶油味的 啊 就是我我觉得这个之前真的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很突然 呃 来了好像沟通也没这么沟通的 好像是 爆米花不难买 哈哈 谢谢天津卫视的领导们 对 啊 谢谢今夜有戏的领导们 谢谢 不客气 谢谢 你知道我们都没正事了 哈哈 能给我这么一个奖项 让我很受鼓舞 嗯 呃 好下面我会继续努力 好 好 谢谢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恭喜吧 恭喜发生了 谢谢 您不预的一个大奖啊 这个 待会六个人一人一爆魂 这个 这就放这个 我吃一个吧 好 我选择会羡慕人 哈哈哈哈 好 宋元也尝一下 分享一下胜利的喜悦 嗯 好 好 二杰尝尝 哈哈哈哈